嗨 大家好 我是哲平 好 那我們今天要聊的話題是 欸 我們為什麼要讀書呢 那上一次的話 有觀眾留言說 想要聽哲平一些就是 求學過程的一些經驗分享喔 那其實哲平在上一次有講過 就是哲平在國中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個不太喜歡讀書耶 因為那個時候我就一直覺得 我不應該去吸收 就是別人已經創造出來的知識 因為那些不是我的知識 我應該去創造一些新的知識喔 那會有這些想法的話 其實我覺得最大幅的原因就是 因為要說服自己讀書就是沒有用的 所以去讓自己就是不喜歡讀書的 這個事實變成就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因為人類的話常常就會做這種事情 就是找一些事情來幫助自己 認為這件事情就是正確的喔 所以當初的話 我就是因為不喜歡讀書 所以才會一直去思考 我們為什麼要讀書 讀書其實不是沒有用的嗎 這樣之類的問題喔 好 那今天要講的就是 欸 我們到底為什麼要讀書呢 讀書到底有沒有用呢 以為了去吸收別人的知識 到底對自己是不是有幫助了 那其實我認為啦 其實知識這種東西 本來就是大家的理解程度都是不同的 那先人啊 就是以前的人傳過來的知識的話 其實對我們來說 受不受用的話 也不完全是一定會是受用 但是有一些就是 一定是可以幫助到我們一些生活的 我相信就是他們一些經歷啊 或是一些歷練啊 或是一些歷史 都可以成為我們在現實生活中 做一些事情的一些助力喔 就是不會完完全都是反例啊 但是也不能一味的去相信 他們的知識就是代表是所有的一切喔 所以以哲平目前的看法來說的話 哲平還是一樣不喜歡去讀別人的東西啦 因為我認為別人的東西就是別人的理解 就像哲平上次講的 別人的人生觀不一定是適用在 我們自己的人生觀上面 所以別人知識的話也不一定是適用在我們身上喔 所以我覺得 其實我們從小就被灌輸的觀念就是 我們要做學生的本分 學生的本分就是去學習 那我們都是一直在學習課本上的東西 那其實課本上的東西不一定完完全全 百分之百是一定是正確的 但是呢 我覺得作為學生的本分 你就必須去學習課本上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不能一味的去學習課本上的東西 你還必須就是融會貫通之後 去思考成自己的方式 自己的生活模式喔 因為我覺得課本上面的東西 都是一些文字啊 或是數字啊 或是一些理論 但是那些理論的話 是不是用於現在這個社會 或是是不是用於你自己的話 這些都要自己去再去揣摩 自己去衡量的 那我就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藉由這些知識啊 然後再去轉換成自己能夠生活的一些方式喔 那這邊的話 哲平是有一套自己的理解啊 其實我認為 其實我們當下在學習的東西 不一定是我們當下在學習的東西 好像很饒舌啊 好像很虛幻對不對 不過我就認為是 你現在在學數學啊 你學的是1加1等於2 但是你並不一定是學習1加1等於2喔 因為你可以用這個1加1等於2的觀念 來套到就是一個利器加一個利器等於兩個利器 這樣的話就是讓我們學會了團結之類的東西 我是比較傾向於這種觀念 就是你在學習數字的話 你在學習數學 你在學習加減成熟的話 搞不好其實正在學習一些就是國文的素養啊 或是一些道德的東西 我覺得都是相輔相成的 我覺得觀念是融會貫通的 所以就是要靠自己就是去學習那些知識 然後再把它融會貫通 然後變成自己的知識 所以我是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就是 只覺得課本上的東西 然後只學好課本上的東西就很重要 而且我覺得 一味的一直去學習課本上的東西 才會讓我們的學習變得更乏味喔 正是因為這些乏味的感覺 因為我們一味的去學習課本上的死東西 才會讓我們覺得學習是一件很無聊的事情喔 所以我覺得換個角度 把這些學習變成一件就是 能夠吸收廣納的知識 然後融會成自己的東西 然後融會成自己的理論的話 你大概就不會覺得學習是一件那麼無聊的事情囉 那上一次的話有一個觀眾留言 哲品覺得非常有道理 而且也非常有用 他是說就是 我們人如果一味的去追求自己所喜歡的東西 一味的去追求快樂的話 那就會有很多事情是沒有人去做的 所以為什麼會有一個責任制的東西喔 為什麼要有責任 他說責任的話就可以讓這個世界就是比較平衡 那這個話是非常有道理的 因為如果大家都不去讀書 或是大家都去追求自己的快樂 或是大家都去以自己的人生觀 去追求自己快樂 不去做一些事情的話 那這個世界上的話 就有很多東西是無法運作的 所以我覺得 當我們在做學生的時候 就應該要好好的作為學生的本分 那做學生的本分就是學習 就是在學校跟大家溝通或相處 那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做這些事情呢 那你要想想 如果今天大家每一個學生 都跟你一樣那麼有想法 都不去做學生的本分的話 那這個世界的話 是不是就沒有學生了 那這個世界上如果沒有學生的話 會影響到事情的話 可能會有很多 比如說會沒有老師啊 或是沒有學校 或是沒有知識傳遞者 或是沒有一些就是 能夠傳遞知識的一些份子喔 所以我覺得身為一個學生的責任 大概就是要努力去做這些責任 那你也可以把這個想像成 自己在這個社會上的一個工作 因為我覺得這個社會上 就是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責任 所以這個世界才會運轉那麼順利 那我覺得就是因為這個世界上的 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的責任 所以我才覺得這個世界上 就是運轉那麼好啊 就是當人如果要需要便利的時候 必定要捨去一些東西喔 所以當你在做一些不合理的事情 你大概可以把它想像成 這就是你目前的責任 你在一間公司的話 你就應該在那間公司有自己的責任 你在當學生的時候 你就應該有當學生的責任 所以不能一味的去批判 就是自己的那個命運怎麼這麼不好 我為什麼要學習這次的東西 因為你目前在社會上的責任 應該就是要做這些東西喔 如果你沒做這些東西的話呢 那搞不好就會影響到一些事情 就等於是一個螺絲滴 沒有在裡面運作的感覺啦 所以我覺得他的理論是非常好的 也就是一個責任的理論 因為如果大家一味的去追求我們的快樂的話 那這個世界上會有很多事情 會沒有人去做 那聊了這麼多之後 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的存在啊 在這個世界上都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存在喔 你不能因為自己目前沒有什麼影響力 而去放縱自己 或是放棄自己喔 因為其實不管你做了什麼事情 你都會漸漸的影響到一些人 比如說我們班上會有一些壞學生跟好學生 那我覺得其實壞學生是有存在的必要性的 因為壞學生做了一些壞事啊 會讓一些好學生 或是讓老師來習得一些就是 教導壞學生 或是讓好學生來習得一些 就是不想要去以壞學生為伍的一些本人喔 所以我覺得 每一個人存在在這個世界上的話 都有每一個人的責任 就像那位觀眾講的 每一個人都應該要為自己的責任而負責 那我覺得其實每一個階段 都有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 所以每一個人都是如一無二的一個存在喔 所以不要去放棄自己 也不要去放鬆自己 也不要覺得自己做了什麼事情 都不會影響到別人 其實你做了一些東西的話 你會影響到一個人 那那個人做了別的事情的話 又會再影響一個人 所以其實連到最後的話 整個世界都會被所有人的一些情緒啊 或是被一些想法所影響 那最近的話 哲平出門的時候 有一件一件還不錯的事情喔 因為哲平那個時候在騎摩托車 那中途的時候是有下雨 那我在停紅綠燈的時候 因為我沒有穿雨衣 那旁邊的一個阿姨就在那邊關心我說 你怎麼不穿雨衣啊 你要穿起來雨衣才不會感冒啊 那最近天氣也變冷了 你應該要好好的就是戴個口罩啊 這樣才不會感冒 那其實這樣的關心 就會改變了我那一天整天的心情 那我那一整天的心情 我就會把快樂散播給別人 所以我覺得以快樂的心情去 帶給你周圍的一些人一些感想 其實就會影響到很大的一些東西喔 所以不要覺得自己做的一些事情 都是一些 沒關係 反正我自己做好就好了 其實你只要做一些貼心的小舉動啊 或是其實最簡單的 你只要給這個世界 你旁邊每一天遇到的人一個微笑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世界上 就會充滿了微笑的因子囉 好 那你們認為呢 你們認為人為什麼要讀書呢 那哲平認為喔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在每一個階段 都有每一個人該負責的責任啦 所以我們不能因為我們不想要負起那個責任 就去擾亂整個團隊的秩序 我們應該要去默默的耕耘 然後默默的去吸收自己的知識 然後默默的讓自己去找到自己想要的方向 然後默默的去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情 但是呢 還是要做自己的份內的工作 把自己的本分做好 因為我們是那台機器所需要的螺絲釘啦